今天人气话题来关心疫情趋缓加上国旅补助 在屏东的墾丁还有小琉球 假日订房率全部满房 墾丁大街昨晚更是涌入超过7000名人潮 业者荷包赚满满笑得合不拢嘴 而在高雄也很热闹 迄今黑鲨玩意节登场 配上啤酒加年华 更特别邀请到国民姐夫聚俊叶 到现场表演 駭翻全场 暑假来临搭上国旅补助 墾丁大街久违的人潮回来了 涌入超过7000多人 整条街道看过去 碗头攒动 看不到缝隙 人潮比较多 后排出差不多五成 满满的蛤蜊在锅中滚烫 业者忙碌的手没停过 比平常准备更多的料引接客人 另外在东流县码头 入口处被塞爆 船班客满 游客提着行李大包小包 准备搭船前往小琉球 岛上知名早餐店 光是排队就要等上一个小时 第几次来小琉球玩 第三次 但这次人蛮多的 刚好有已经安排好了 今天要出来玩 然后遇到国旅 家族几乎都客满 平日也都有到八九成跑不掉 今天订房率蛮高的 疫情趋缓和补助加持 潮流球旅速业者 假日订房率几乎满房 现场还有公庙正在举办 撒糖果活动 热闹滚滚 而在高雄 奇经黑沙玩意捷 和啤酒嘉年华登场 吸引民众全是冲着他而来 特别来看聚集院 我在高雄点看到聚集院会来 艺术厂全场嗨翻 国民姐夫聚军业现身奇经 为活动打增看点 连带充起高雄订房率 也让业者在难熬疫情 看见曙光 接着高雄屏东综合报道